手机辆车来了 那是什么呀 飞车飞船 飞驢飞马的 还能用来运连 熟军兵士不多 将军 我们杀过去 不可答应 我看 我们最好分成两步 一步步的冲杀 一步担任援军 以防不测 好 少将军为援军 我隐军杀过去 也好 司令 你要记住 只可冲杀 不能追击 另外 最好能夺回几辆那怪物 带回去撑给条都督 走 走 来 慢点 兄弟们给我上 上 大都督 大都督 你来看 大都督 末将亲眼所见 蜀军就是用这么个玩意儿 运粮草 此物可在上千斤粮草 骑下去只有一个轮子 只要人能过的山路 他都能过 我少将军一个都没给他们留 全部拿回来了 此物看起来沉重 用起来真是轻便 诸葛亮真一人 能设计出这等怪物来 或许不是诸葛亮设计的 山野林下 何处没有意识怪节 是吗 那意识怪节为何不投靠位 反而投靠蜀呢 郭怀啊 在 传令工匠 熟悉此物 用以运粮 遵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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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